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大家知道今年呢是一個聖音的年喔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到今年都還可以叫做聖音 現在來看的話慢慢要回到正常值 不過呢要等到今年的夏天 那現在呢關鍵就是什麼時候會再反轉成為反聖音 那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一個焦點喔 事實上不在台灣 是在中國的長江流域 因為在97 98年的時候呢事實上 那時候也發生了一個跟今年很類似的情況 那當時呢在這個夏天的時候呢 長江的水患就非常的大 這個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喔 這個是海溫變化的趨勢 今年呢的確有可能像1998年這樣的一個態勢 這是我們後續要關注的焦點 就是聖音現象到反轉成反聖音現象的發展 那今天來說的話台灣天氣上午還不錯啦 陽光都有出來 不過呢下午的時候呢 雲量比預期的多就開始冒出來了 這個是衛星雲圖喔 你看雷達回撥圖更會明顯喔 你看在下午的時候 其實就整個的發展池來影響到北部 所以北部開始偶飄雨陰塵 甚至連東半部也有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都有一些這個雨勢 那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降雨量呢還不夠多 都還是屬於零星的 但是預期呢在明天來說的話就會改變 因為這個水氣會越來越多而且全台灣都會有一些雨勢的喔 現在是這樣而已 預期呢從禮拜天開始 整個雲氣就會再度進來 當然啦也不是說隨時整天都下雨就是偶有一些短暗性的震雨 那接下來呢下週一二會緩和下週 二三有一道封面又會通過 不過下週來說的話 預期是有一個空檔期 所以下週的天氣 大致上是慢慢回溫當中 不過各位來看下週還是有一道封面 會再度的影響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這樣的變化 那今天呢 東半部有下雨為什麼呢最主要是吹東風的影響 然後我們在這個西半部呢空氣品質也比較糟 這個呢就是屬於背封面大氣很穩定 擴散就比較差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好天氣沒有好空氣 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有時候呢大氣擴散在我們台灣的西半部 特別是平地特別大 不過呢空氣再好 如果你那個沒有污染物啦 還是有本地的污染還是主要原因 每個人都一起連續造成的 那現在呢 未來這幾天還是持續的類型 但是 隨著這個明天開始有一點這個難風起來 所以預期呢禮拜天 可能會稍微緩解一下 這個污染物的情況 會有明顯的一個偏難風 所以未來這幾天稍微是變好的 但是下禮拜呢 又有從西北風 從整個中國南下 又可能有些境外污染物又會再來 所以 這個 未來這一陣子是在變化當中的 變化當中你看到了5月4號 其實又有一點北風下來 這個一定會有些境外污染物 那溫度上呢大致上 北部是22到29度 東部是23到29 南部是25到31 中部是22到30 大致上為之 現在最近這樣一個溫度類型 短期間內大致上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變化的程度 所以大致上呢 我們從5月開始就進入我們的一般的 梅雨季 不是說封面都是梅雨封面 是梅雨季 這個時候呢 這個開始午後蒸雨 或是溫度呢就開始慢慢回溫了 所以請大家呢 可以適時的把一些最厚重的衣服 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是不是說完完全全都不要 只是說他的機率呢 就完全變得一個比較低了 所以我們最後給大家很建議 水氣增多轉為短暗的雨勢開始改變了 周日呢大概全台是陰塵 偶有短暗性的增雲 不是全台都會下雨 而是說 都可能雨勢 等於是水氣稍微比過去這幾天稍微多一些 中南部呢空氣品質還是略差 希望雨下的多就會轉好一點點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還要等一下下的時間 那下週大致上 逐步回溫 但是呢可能有一到兩波的封面會影響要稍微留意一下